接下來馬上請教佑榮啦 颱風離開因為沒有放假 代表風勢沒有那麼強勁 但主要的影響是不是雨還會秩序在下呢 主要熱點是哪些地方要注意 馬上把時間交給佑榮 好的 蔣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其實在您關心颱風他的最新動態 雖然說他現在已經朝東北方的地方 來個大迴轉 但是呢 颱風所夾帶的西南風 反而現在要有意的就是中南部 像在中南部山區 現在呢 幾乎已經來到了這個大雨 甚至大喉雨等級以上的雨勢 南投人愛啊 累聚量幾乎是來到了200毫米 所以呢 今年也緊急宣佈停班停課 所以呢 今天的降雨熱區 反而是在中南部 大家要特別注意 來看一下這次的警報單 陸上颱風警報已經在早上的5點半的時候 已經解除了 但是海上警報還是在持續發布當中 包含像是在北部海面 東北部海面 都是在海景的範圍之內 海上警報要解除的話 大約是要等到今天下午的時間 才會比較有機會 目前凱陌颱風 它稍微加速了一些 10公里的速度 持續朝東北東的方向來回轉 而且呢 它現在強度也有稍微減弱 近中心最大風速是來到了每秒38公尺 但是呢 它在遠離之後 反而會夾帶的是西南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氣象局是持續在發布的大雨 甚至呢 大好雨特曝當中 南投山區現在是發布了大好雨特曝 像是在南投人愛 目前累居量下來是高達了200毫米 非常驚人 所以那山區要慎防貪荒或是土石流發生的狀況 那至於像在台中嘉義 高雄屏東還有在雲林山區 現在呢 則在發布了好雨特曝 平地方面來說的話 包含像在台中到屏東 還有在新竹苗栗山區 現在呢 則是持續在發布的大雨特曝當中 而且這兩天的累居量下來其實也還蠻可觀的 南投人愛達到了363毫米 那光是今天呢 就有200毫米之多 台中虎關呢 來到了187毫米 嘉義主旗也有185毫米左右 所以呢 再度提醒大家 今天來說呢 降雨熱區就是會位在中南部 中南部山區魚是比較驚人 平地大家也要特別注意 從今天的定當張水報圖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早上的時間呢 就是在中南部山區 魚是上比較驚人 南投人愛呢 甚至在發布了大豪雨特曝當中 下午晚上的時間 除了在中南部山區雨勢之外 也會影響到鄰近的平地 而這樣的中南部降雨會持續到什麼樣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圖表 週五的時間開始呢 中南部就已經開始下起大雨甚至豪大雨 而且這樣的雨勢呢 會一路持續到下週一 下週二的時間 那主要呢 就是受到這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所以呢 提醒中南部朋友 還是不能掉以千辛 這樣的雨勢呢 會一路持續到下週 我們來看看現在的風力上面的預估 雖然說颱風它已經往東北大回轉 不過現在來說呢 風力還是持續 而且呢 氣象局也在發布了陸上的強風特曝 那包含像是在苗里以北 還有在恆春半島沿海 還是要盛訪容易會有8到9級左右的強震風 那另外在外島呢 尤其像在綠島蘭嶼 今天強震風還是有機會可以上看10到11級左右 最後邦靈統整颱風影響到我們的最新時程 目前來看呢 它已經開始逐步大回轉 所以呢 北台灣 雨勢已經趨緩了一些 但是風還是要特別注意 那至於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雨勢會比較驚人 主要就是因為颱風走了之後所狹帶的西南風 所以呢 現在 像在中南部山區 幾乎死雨量都已經破百毫米 所以呢 像是在南投仁岸 也在持續發布了大豪雨特曝當中 尤其在中南部的平地 也還是要盛防止止步大雨 而且這樣的降雨 也會一路持續到下週一 下週二的時間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颱風動態 再把時間還給家瑋 等住在傘 bias一下 prayers 停halten Gross體 推itta ke deze步起來 aling慎 抽輪刻後